今天是学校的运动推广日 狐狸猫和同学们一起听完健康中心的演讲之后 回到教室 老师问大家 你们认为运动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运动可以减肥,维持体态 呃,运动过后 身体里堆积的废弃物会被排除 运动可以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使身体更健康 运动的确可以促进身体的代谢与循环 进而影响我们的体态 而这一切都与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系统 有很大的关联哦 这学期我们学过了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 人体内的各个系统分别负责不一样的工作 但是却需要互相合作 才能共同维持生命现象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人体内这些系统 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吧 氧气与养分是身体的基本需求 今天狐狸猫与小树蛙 分别代表身体里的氧气与养分 一起进入身体里 化身为体内小小特派源 来实际视察身体里 各个系统的工作状况吧 首先 狐狸猫代表的氧气会在呼吸系统里 藉由呼吸运动将氧气吸到肺部 再交换进到循环系统 当氧气由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后 会从肺泡细胞扩散进入血液当中 再由血液中的红血球 载着氧气运送到全身 而人体内的二氧化碳 则由血液运送到肺泡表面 并以扩散的方式进入肺泡细胞 最后再由呼吸系统排出体外 小树蛙代表的是人体摄食后所获得的养分 养分进入身体后 会经由消化系统消化 吸收 进入循环系统中 在消化系统中 将养分由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从小长绒毛吸收 进入循环系统中 狐狸猫与小树蛙 在循环系统中汇合后 由循环系统将氧气与养分 送到全身每一个细胞 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为 进行气体与物质的交换 就像是圣诞老公公送礼物一样 血液能将氧气与养分 送到组织细胞 在细胞内的立腺体进行呼吸作用 产生能量 提供细胞利用 同时像垃圾车一样 帮忙把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 代谢废物再走 特派员狐狸猫与小树蛙 分别将各自的任务完成后 我们来检测一下大家 当狐狸猫与小树蛙 经由血液循环送到全身之后 哪一种物质是利用扩散作用 直接通过细胞末而进入细胞的 A. 只有氧气 B. 只有氧分 C. 氧气和氧分都是利用这种方式 D. 氧气和氧分都不是利用这种方式 正确答案是A. 氧气和氧分进入人体 经由血液循环送到全身之后 两者都是利用扩散作用进入细胞 但不同点是 氧气可以直接通过细胞末进入细胞 但是氧分则要藉由细胞末上特殊蛋白质的协助 才能进入细胞 如果同学忘记了 可以观看前面的单元 物质进出细胞的观察实验的影片 再学习一次哦 狐狸猫与小树蛙所扮演的氧气与氧分特派源 在循环系统中被送至身体的细胞内 进行代谢作用产生能量 并产生许多代谢废物 例如多余的水分 尿素 以及二氧化碳 而这些废物呢 又会被分门别类送到不同的地方 进行排泄作用 排出体外 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 代表氧气的狐狸猫 是从肺泡细胞进入血液的 那有没有哪一项是相反的 从血液送到肺脏 扩散进入肺泡细胞 再经由呼吸系统排出的呢 A 多余的水分 B 尿素 C 二氧化碳 正确答案是C 没错就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藉由血液运回肺脏 并由呼吸系统排出体外 而多余的水分与尿素 则是由泌尿系统负责排除的 人体细胞产生的毒性较强的胺 会在肝脏中转变为毒性较弱的尿素后 再由血液循环系统送到肾脏 进入泌尿系统中 由肾脏将尿素和多余的水分 盐分过滤出来 形成尿液 经由疏尿管送到膀胱暂时储存 最后由尿道排出体外 说了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 身体内的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 泌尿系统 需要互相合作来维持身体机能 氧气与养分 会分别由呼吸系统与消化系统 带进人体里 最后由循环系统运送至身体各个细胞 提供细胞使用 而在循环系统内 血液会再把细胞所产生的 胺送到肝脏转换成尿素后 再将尿素运送至泌尿系统 将尿素过滤成尿液后排出体外 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啊 人体内每一个器官 或者器官系统 在维持人体正常运作的时候 都是环环相扣的哦 给同学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人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循环系统 泌尿系统以外 这学期还学了神经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对吧 我们知道运动可以加速身体的代谢 并让全身都动起来 那你知道运动时 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 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维持人体的运作吗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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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